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场 卡佩拉在攻防两端的贡献 特别是在防守端 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名篮下神兽今年刚刚24岁 上赛季场均获得13.9分 10.8个篮板和1.9次盖帽 创局夜生涯新高 投篮命中率高达65.2% 更是创局联盟最高纪录 卡佩拉上赛季打出42次两双 并且获得NBA进步最快球员奖第二名 仅次于步行者球员奥拉迪波 詹姆斯哈登和克里斯保罗 听说火箭队已经和卡佩拉达成协议 都非常高兴 火箭队赛季搞定保罗和卡佩拉合同后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签下世界全明星且关安东尼了 安东尼上赛季加盟雷霆 场均获得16.2分创生然新低 何维尚以及乔治摩和一个赛季宣告失败 雷霆为节省薪资税 将他交易到老鹰 老鹰将买断安东尼 让他成为自由球员 可以和联盟任何一支球队签军 目前所有迹象都表明他将加盟火箭 纽约18记者Mark Stein 报道 安东尼将和火箭达成一年240万美元的老价底薪合同